時間是禮拜的補兩點 歡迎收看3Q新台灣 我是3Q丹佩偉 哎唷啊 張三振開工到錢5千7百幾萬 請他說一句話說不清楚 現出是競然又叫議員參選人做好 攻擊農委會主委丹佩中 他們出來是冰冬市地的辛苦基礎 很認真特殊可得報酬 為臺灣農業來作股作賣 想說來政府 服務所要拿來作政治工業 要算的 欺負一個不要算的 第一時間用資料來比 競然找不到操的部分 國民黨說沒關係 直接你願意改水就好了 為了選舉不擇手段來打擊臺灣農業 可以說是很坑 不怕前衣點就怕後衣倒會 北區的主委討伐萬美林 競然說有傳風聲說退出競選團隊 當時你改水說沒了 那手機派的只是退出群組而已 國民黨的手機派是不是比較容易派了 之前台北市議員一次 現在投風市北區的主委 還有一次 可能有可能是微信用太多的資料 都要送到中國來作成 除了有人膝蓋碗油以外 也有價格的助理騙責怪感 有人印到張善政團隊助理的名片 四價在吵架 電文壁分析他說藍營大亂 有可能有兩個原因 一個參選十八天的民調 一百一百的海營很緊張 另外就是後選人 中央東部跟派黑要來投風炸雞仔 所以到頭買車不知道如何是好 另外一位民國慶安去新特 集中的圖書館七頭的協商 鄉親就說 感謝慶安 坤定林地堅的政局 因為新特的集圖書館保存 真不簡單 裡面有新特館市土地糾紛 以及新共集團的三款糾紛 所以林志堅 他是怎樣 國統協調來打造臺灣第一位 由中央文化部 東方市政府 以及蘇林公司合作 來回合固執的一個 維大廣工廠 現在 吃米不知道米家 不過過去一樣都是過黨的集團 一個叫劉宥彤 他也頭頭的選 他說放下台大 才能超越台大 西柱請訪 國際消息 國安局兩次國外行 中央流下出來 到底是來信 才是多貴 中國這樣做法 又是要作出什麼樣的危機 美國總統不止一次說 中國如果黨 美國也要黨 在聯合國台會上面 路線外外國部長 鄉鄉說到臺灣 世界局勢變化多端 政策內容 專民的分析 都在今天的3Q新臺灣 首先介紹現場的特別來賓 資深媒體人王瑞德 謝謝 大家好 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張宇潮 謝謝 大家有安 政治評論員余美美 謝謝 大家好 前民進黨發言人顏洛芳 謝謝 大家有安 前國民黨青年部主任蕭敬妍 謝謝 大家好 待會三點的時候 臺灣智庫諮詢委員張國成 也會加入討論 國民黨高雄起完 有選人一個叫白喬英 在臉書說 農委會主委陳其中 離空一二年論文 研究嫁威 有可能是用抄的 到底什麼指揮書 我們看一下新聞外面 張善政研究案抄襲 遺雲先前以保密協定當擋箭牌 一拖再拖 對外說要行文農委會要求公開文件 實際上到底寄出了沒 我們目前的進度就是等待 比方跟他的計劃頂持人來回覆說明 那至於文的部分說到文 我們的會議相關規定辦理 只是還沒等到張善政把抄襲爭議 講明白 藍營議員候選人也開始把矛頭指向 農委會主委陳其中 國民黨高雄市議員候選人白喬英 在臉書上指控 農委會主委陳其中 10年前的研究計劃 與台大農經系教授林國慶 96、97年計劃有雷同之處 但細看兩份報告 雷同的部分 其實只有平地造林縣市面積數據 而陳其中作為計劃主持人 團隊成員劉婉玉 兩個研究案都有參與 只是引用自己過去的研究 相信這無論是在學術或計劃上 應該都是已經很嚴格的標準 基本上去檢視的 陳其中也在臉書正面回擊 經過論文比對系統 他與林國慶的研究報告 重複比例只有3% 圖表雷同 是因為同樣根據林務局數據 製作的長條圖 更重要的是 都有確實把林國慶 林務局等研究 付出在參考文獻當中 對比陳其中正面迎戰質疑 更顯得張善政抄襲案 交代不清 三段新聞 黃新成 科學生台北 殘忽報道 這件事其實是有魅力的 不是十百祖英 叫一個高雄市議員 來打農委會主委 早前9月23年的時候 中宣傳開一個記者會說 我要將農業電子化 規劃與分析 所有的事情都講給大家聽 結果他說完之後 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只要跟一個二維碼 二維碼QR庫在那圓來圓去 他就說 啊 手機種多出來啦 那是陳其中又不說了 陳其中說 我2000控制年的時候 要用QR庫 我不想拿錢幾年準備 不是今天有手機 我明天才可以掃 所以那個時候 在查這個時候 有一個人叫什麼 有一個人叫 朱立倫 朱立倫他說什麼 他說張善政是史丹佛的碩士 康乃爾的博士 他是學霸中的學霸 但是他後面又說了一句 他說 如果要用同樣的標準來評斷 陳其中自己最好要做準備 他這敢是威嚇 敢是搶聲 一個在亞董的最大董的主席 放聲說 欸 如果你們民進黨要處理我們張三政 你們自己農委會陳其中要整理喔 欸 人家陳其中又不在選啦 所以呢 白喬英榮出來的點名 陳其中啊 你有一個研究價位的問題 他普及平文章說什麼 說 出來打球了陳其中 他說啊 你診斷抄 竹字抄 標點符號也抄 聽起來很嚴重 因為聽這幾句 哇 診斷抄 竹字抄 標點符號也抄 結果有媒體總結他的這個研究價位 去跟全世界倫文相關的報告來做比較 結果發生什麼事情 他說啊 倫文鋼鋼比起來 他的報告相似度只有3% 什麼意思 他說啊 倫文鋼對鋼鋼 這個3%呢 就是 我如果整段 拿起來鋼 還是說 因為他不可能一日一鋼 譬如說我 我們這個文章有我 你那個報告有我 說大家都一樣 所以他要一段一段來鋼 以十五日至四十日來說 完全一樣的只有3% 這個時候頭部就沒在選 陳其中怎麼贏啦 他說我跟張善政五篇超過四十五%的 完全不同 五篇超過四十五% 因為我怎麼 我向來謹慎 宇超哥 向來謹慎 是這個陳其中對這些事情的回覆 而且是第一時間眼明手快 跟張善政拖一個多月的狀況 完全不同 我先為大家說明一下 白喬英是什麼人 幫觀眾回覆一下記憶 第一個 他是標準的這個鐵桿寒粉 有認證過的沒有問題 第二是他之所以被大家認識 是因為在中二補選的時候 我記得很清楚 他是言寬恒兩個發言之一 所以說他的政治屬性 其實非常非常清楚 但他在這個時間 為什麼要這麼做 唯唯就躁 為什麼他自己要選議員 這個議員的選區在哪裡 Thank you更清楚 高雄 左南區 左營跟南紫 尤其是左營 那個是深藍大本營 用這樣的策略方式 基本上還是想要趁寒粉 但有些地方是 他這樣做是要打什麼效果 你堂堂農委會的主委陳其中 如果也有抄襲的話 那你憑什麼開記者會 說張善政也有抄襲 我說兩句就好了 白喬英什麼人 白喬英過去叫做 韓粉系統發言人 去到顏寬恒那邊的時候 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你們有沒有印象 他出來發言過什麼事 沒有 所以他的工作能力不佳 第二個 當時顏寬恒要點 要介紹他的兩個發言人的時候 他說這位褚英非常優秀 不是不是 他說沒有 我們這個褚英 接下來會加我們團隊 兩次都叫不對 這個都新聞可以查 來 繼續 沒錯 就像剛才Thank you 在幫我做補充的 其實他就是鐵乾深藍 韓粉 大家對他印象 基本上模模糊糊 還是在上次中央補選 剛才我講過 回到他的策略 這策略什麼意思 我剛才說的 如果陳其中也涉及抄襲 他是農委會主委 還是要看記者會說 張善政的農委會 委託的研究報告 是有問題的 是有瑕疵的 希望你來說清楚 如果今天白喬英 也做這樣的指控 結果是什麼 大家底子都不乾淨 你叫警察就不對 他就是要行碩這樣的 各說各話 唯位就造 什麼意思 對自己的懸情 有沒有幫助 有的 好 對國民黨回應 陳其中 或是去處理張善政 有沒有造成 各說各話 跟模糊的效果 是有的 但是我仔細看 你要說人家要抄襲 那你至少不要說 一定要像周刊 那樣的檢視的水準 像四插帽 這樣就可以了好不好 四插帽 是不是去把鄭保卿 的人抄襲的論文 然後畫線出來 跟他講 哪些東西是有引住的 哪些東西是沒有引住的 白喬英在臉書上 就秀這麼簡單的 說這樣子畫線的都重複 然後高達百分之二十二% 叫什麼問題 畫線的部分 我問 如果這個是有引住的 你畫這個線 一點意義都沒有 第二 二十二%是什麼計算出來的 他沒有告訴大家 完全沒有 更何況張善政 不是這個陳其中 他說明什麼 第一個 我的團隊 其中的成員 這個研究者 他做過兩個計畫 他引述自己的內容 表格也是過去大家做研究 而且都有注視 也有引述 所以我第一個 嚴重的懷疑是什麼 這二十二%是灌水的 你把人家通通的 引住畫線的部分 通通都算成抄襲 我們都知道 抄襲跟引住的差別 基本上我有交代出處 雖然白紙黑字 表點罰都一樣 這一段就不是我寫的 這一段是別人寫的 我認為這一段有參考價值 我把它括了出來之後 下面來說 我個人覺得這個研究結果 有什麼樣的意義 我個人分析 這樣的研究的脈絡 有什麼樣的意義 這就是張善政處理的方式 團隊基本上有重複研究 第二個比對 剛才先生講 人家比對是三% 白善意要不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你為什麼是22% 你要負擔舉證責任 結果最有效的地方是 他臉書上寫什麼 自己露出狐狸尾巴 這種比對方式 3%或是22% 意義都不大 這意思是什麼 我說你有就有 不是什麼3%或是22%的問題 可以這個樣子 所以有人說 回頭想想 也真的不用太意外 陳其中說謊就是了 因為政府詐騙人民 早已經前科累累 官位遠比陳信還重要 你看他真的是韓粉 韓國瑜那時候講什麼 什麼貪污的民進黨 都是貪腐集團 民進黨都怎麼樣 戰斧詐騙人民早已前科累累 他在學誰講話 他在學韓國瑜講話 所以我覺得 其實現在明智大開 大家對任何事情 已經有新的認識 如果用這種 隨便做個表格 都沒有交代內容是什麼 然後就是22% 那這樣的目的在哪裡 很簡單 為了自己選情 我的結論是什麼 如果這樣子 隨便就出來指控 就說人家是有抄襲 成就的是你的選情 請問反而對比什麼 張善正人家 張善正跟陳其中差別 陳其中在第一時間 至少做出說明跟回應 跟大家講 你的指責 我的回應是什麼 張善正拖了這麼久 到目前為止 事情釐清了嗎 完全沒有 陳其中的態度 剛好對比什麼 張善正的無賴 妹妹姐 其實我們在看 陳其中這樣子的回應 很可惜 就是人家給你貼 你抄襲抹黑 破黑水破破的沒事 可是他至少第一時間 的確是出來講 以這個標準來看 張善正其實已經談了很久 另外一個方便 張善正在9月22號的記者會的時候 他說 其實我已經發函給農委會 結果被農委會 陳其中又出來回覆說 我都沒有收到公文 張善正當時的指控是 要公開你就公開 為什麼不敢公開 為什麼要保密 把問題都等給農委會 結果 慶恩發言說 他公文根本就不送 這兩個一個比善好善賣 我太憐憐了 我想 第一個 我們說是基點的問題 我們看得到 這個 陳其中第一時間 人家說這個是大骨祥平的球術 第一時間就直球對決 那不像張善正好像在打躲避球 張善正的名言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開記者會說明 講完以後呢 變成什麼 有保密條款 是不是 然後三說四老虎 等到你半天以後 你說你行文給農委會了 但是農委會沒收到 而且農委會講過多少次 農委會怎麼說 農委會說 依據這個契約裡面的 第十條第二項 對不對 你不是屬於這種機敏的科技 所以根本不需要保密 你既然上網了就可以公開 我記得農委會這種話 不知道 不敢說一次吧 本來就可以公開 本來就不是機敏科技的事情 那你為什麼這樣子的把球再丟回給農委會呢 是在掩飾什麼 掩飾你的心虛嗎 而且講了半天 張善正沒有回答到的是說 這裡面有好多的東西 他沒有引住嘛 然後你拿了五千多萬裡頭 有好多是重複的報告 農委會是非常負責 大家去比一比 農委會跟白喬英有什麼不同 我記得農委會是非常負責的整理出來 你會記得他開會 一段一段在掃有沒有 他說二十一篇裡頭六篇 幾乎是有高度重複的地方 對不對 然後哪些地方是有重複的 二十三處是有疑慮的 然後每一段落非常的清楚告訴你 而且很客氣 跟你講說 請你在這個時間點上歡迎來說明 還沒有直接說你是抄襲 雖然這樣子已經是很禮貌的 對 所以你看人家是講得非常清楚 也給你機會 可是白喬英不是 白喬英就是剛剛這個雨潮所說的 我這樣 二十二趴 我請問 你用什麼工具 這個什麼比對系統比對 你二十二趴你是二十二趴 怎麼來 小花家 對 我就覺得非常有趣 為什麼 他失了 自己做表現 你看看 人家這個陳吉仲的它是什麼 他是用跟張善政的論文 同樣的比對系統 那個研究報告一樣 所以這公平嘛 對不對 然後關鍵字也是差不多 就是說大概什麼 嚴格的這個條件之下 結果 如果張善政的跑出來是 有些他已經重複到四十五趴以上 還有一篇六篇有五篇四十五趴以上 一篇是二十五趴以上 可是 請問一下 白喬英 你是用什麼比對系統 你用了什麼關鍵字 我請問第一個 第二個 你如果說比對張善政是這樣 那麼比對陳吉仲 是不是要用同一套系統 這個才不是兩套標準嘛 請問白喬英 你有嗎 第三個 我就覺得非常懷疑 我看了有點想笑 你知道波威 他說 連表格都一樣 裡面都一樣 我請問你 陳吉仲已經說了 他說這個是政府的公開的資料 公開的數據 莫非你要去數據造假去篡改 才能夠擺表格不一樣嘛 所以這是莫名其妙 愈加之罪嘛 第四 說真的 我有點懷疑二十二趴是怎麼來的 你知道嗎 會不會連那個表格 因為本來政府公開資料 你就要如實引用 尤其數據的東西 會不會你也把人家這些都算進去 所以有二十二趴 我是不曉得啦 但是他到今天 他是怎麼比對二十二趴出來的 請你要仔細的講清楚 那你列明清楚給我們看嘛 可是沒有 那最後呢 就是剛剛宇潘所講的 人家農委會已經講得那麼具體 我很客氣說 那我還是多少時間點錢 請你來說明 白喬英是自己就先當法官了 我告訴你 你就是操 然後你說有三趴 好 黨說三趴 你們就是三趴 這種台度嘛 你就是白白不斷 鍋子黑是不是這樣 那白喬英其實剛剛薄薄 你講到一個重點 我發覺他很聰明 你知道嗎 有什麼韓粉時代 他那個時候 那個發言人 他就非常的活躍 為什麼顏寬恆的時候 不要說顏寬恆叫不對 他的名字他都沒出來 有什麼 因為 非常聰明機關算盡嘛 韓流那個時代是捲起蜂巢 出來他發言人露臉 自己馬上知名度很高 可以蹭聲量 後來他不是要選議員 就選議員了嗎 對不對 好 所以看這個情勢對了 可是顏寬恆的時候碰到是難題啊 因為發現說顏寬恆真的是土地的主人 大家都不是 顏寬恆一大堆問題被攤在陽光下 白喬英就不見了 今天好像又有新的新聞 對 又有新的新聞 台中地鐵署 媽做的 對啊 含金量沒有那麼高 對 所以白喬英是非常聰明的 你知道嗎 他不只含金量高的 他會出來 他覺得這裡面他就替幫的 有難回答的 他就閃人了 發言人了 就變成隱形人了 所以這次就像剛剛宇嫂所說的 他這個時候出來你看多麼聰明 第一個 他不只是講給韓粉聽 他講給他的支持者聽 我不是炮打民進黨 我炮打陳吉仲 陳吉仲是誰 這個最大惡極的 人委會主委 對不對 然後把張善政的事情 一個一個比對出來 所以我如果能夠把陳吉仲打倒 我大功一劍 我不是議員一定是穩定的 我將來可能還可以更上一層樓啊 所以是機關算盡 但是你為自己的政治前途算盡的時候 我請問你 你有做過最起碼的精確比對嗎 你有交代來龍去脈嗎 還是你當起法官來 未審先判 如果你說你說你這樣就是這樣 你們說只剩下人 好啦 你們當家就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老實說 白喬英 你真的是大可不必了 或者還有一個可能 就是剛剛講的 朱立倫說 陳吉仲 你自己要做好準備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 3Q新臺灣 張善政 這個MQ教委 向這位之後 總會把青桃 青桃 青桃農委會 青桃就是 臺灣政府在處理 全國農民事務的農委會 所以陳吉仲 把鄉鄉站在那裡上 但是他很快速 他就回來回覆 我們如果有引用的地方 我知道是全國公開的處理 大家人都可以用 我如果沒有引用的處理 我在裡面研究價位 寫的東西 別人怎麼看有 就像白喬英 寫一個22% 我們來的 上座的分析 他也說不出來 所以 我想陳吉仲 很快速的 回覆這個 研究價位 但是張善政 有又繼續說 我產生理理 是我價位 是我幾位 你們臺灣現在用到的 農產品 起到採集 起到僑鄉 看的就是 委員來的 當時出散 那都是我張善政的說 結果陳吉仲 雖然說 不好意思 2003年的時 就開始用了 你研究價位 是2007年 才開始的 張善政又驚訝 他跟他們說 沒有啦 我2007年 手機的 2007年才有的 你之前要整個月 是在整個月 我看到整個 結果 陳吉仲再度寫命 我如果2007年的時候 要出散 2007年 要讓大家收得對 我不用提早準備 那我可能手機 你要隨來你研究價位隨作 人家有 馬上就能處理 所以 這些妹妹 其實 政治就是這樣 他們說一頭 他也說一頭 但是 誰有利 誰沒有利 觀眾朋友 你就要聽清楚了 瑞德哥 你跟陳吉仲跟張善政 人家 搭水果 一個有在選 一個沒有在選 這個給你 我剛好 以前去南部做選 高雄的選情 我相信不理得了解 2008年 因為有韓國瑜 韓粉 韓流 所以 國民黨在高雄 時事大增了 這次我預估 最沒有國民黨在高雄的時事 會掉70以上 70是最恐怖的 請問一下 白朝英現在在選什麼 不然是高雄市議員 所以突然我們做這個 算是指控 對不對 擺明了 如果現在競選期間 你突然說這樣 那當然就是一個 這個政治語言 那麼很簡單 你也任何人都要經過 這個相關的考驗 所以你拿陳吉仲的論文 做質疑 我沒有反對 我贊成 每個人都可以用檢驗 所以 你去檢驗之後 人比對說3% 你說22% 很簡單 白朝英 小姐你就趕快把這個22% 你的比對是根據什麼 全部都出來 我覺得這樣最好 跟周刊去報 這個張三政府 整個過程 都把整個想說 他哪裡是抄襲哪裡 哪裡是 copy 或是說什麼 張三政說的 叫做重製 重製其實就是抄襲 重製 抄襲 那個差別是哪裡 你要 第一 你有經過注釋 引用至哪裡 第二個 你有沒有經過人家的同意 這些行為 那麼有關於 陳吉仲 他自己直球對決 去面對 我沒有反對 那我也希望白朝英 要22%能夠說出 說清楚講明白 有可能是論文學術比對 你不記得民眾黨 那不分庫的 我去採取 你不記得嗎 竟然你用Google下去出去 一大堆 你不記得是檢蘇培的 你不記得什麼人有的 都一大堆 對吧 所以 那麼每個人的論文都要增進 你們能夠經得起火焰 很簡單 這我贊成 不過至少陳吉仲 他坦然面對 白朝英有沒有用同樣的標準 面對你們南投縣長候選人 許淑華的論文 有沒有面對張善政之 那邊所有的 公道化 你有嗎 張善政之所以現在為什麼 他的民調有沒有 會落到 叫做鄭運鵬 不相上下 為什麼 是因為你的態度 是因為你的態度 你在面對 五千七百三十六萬三年的 這個議程有沒有 你的態度 如果是我坦蕩蕩 有沒有 一點點我就可以改割 結果又出來拖幾包 結果又開一個記者會 有開到沒有開的一樣 然後在做政治操作 不必人在做政治操作 結果自己在做政治操作 操作又很壞 為什麼 操作人如果好 今天有什麼 你的民調變成這樣就對了 但是屬性面對這樣就好了 尤其剛才3Q說到 他在說 你不記得他在說這件事 他在說我很驕傲 你記不記得 他說我很驕傲 這是我 農業 數位化 有的 沒有的 一段落 哪一段落 他在說就對了 結果人家現在馬上拿出來 相關二千控五年 是人家開始 二千控五 二千控六 張善政 他叫我進行 人家就經過 怎麼去做 怎麼去數位化 包括QRQ 產地自銷證明 有的 人家就在做 也就是說 有很多人 為了我們台灣 非常努力 我們台灣有很多 拼政 不管是 這個 蒜仔 不管是 奶昔什麼 經過不斷的改良 以後都非常好 結果就有人 拿去對面 拿去中國 他要讓中國大量 這個生產的 你要用低價 來跟我們競爭 就對了 跟我們拚到 就對了 所以 那麼 張善政最主要 是他的態度 我覺得是他的態度 為什麼 因為說要 說沒有東西 又要怎麼說 說 你去公立前 農委會主委 叫做輸家權 說不是 那是民進黨 怎麼都怎麼有的 沒有的 你不記得 反左國 比留下痕跡 你詹盛政三年 價位 五千七百三十六萬 裡面 其實跟民進黨 有關係 五百幾萬而已 五百九十八萬 除了預算 除了所有的東西 就看政府 你要去說 政敵的東西 為什麼 你就就事論事 為什麼 你不說清楚 你說清楚就好了 還有鬼扯 說 這個生產的標案 這個東西 是退農委會 收集資料 跟論文不一樣 我跟你說 就是因為 跟一般的論文不一樣 一般的論文 是個人的 生產的 學位的問題而已 你拿人的錢 拿人的錢 你要知道 宏基是 股票上市上位公司 它是一個商業行為 你要搞清楚 還拿錢 你不是青菜 沖沖就好 拿這麼多 要這樣對不對 四處去拿人的東西 兩個碩士生 兩個博士生 就可以了 你應該去面對這件事情 解釋得清清楚楚 無懈可擊 而不是在那邊講說 我最讚 我們這樣 沖得多讚 多讚就對了 然後 現在把這個委員 撒個論文會 共同的論文會出來說 論文會 都你的事 還有什麼 終身保密條款 我不開玩笑 說終身保密 我阿公沒有阿嬤 知道的事情 這樣而已 你知道嗎 所以哪有什麼 終身保密 所以你在處理這些事情 處理得一塌糊塗就對了 那麼 有關於論文的問題 因為大家是 尤其是藍營 跟這個算是白營 他們都用這種標準 嚴格的標準 去檢視林志堅 OK 任何人 都要經常去考驗 不管你是做一檔的 那現在要有同樣的標準 為什麼張善政 很多的國民黨的 相關的民意代表 都說張善政 你除了再講清楚就好了 為什麼張善政 處理成這樣 這才是事情的重點 其實張善政的爭議 不是只有在他的論文 這個援求嫁威而已 他做人處理事情 好像也有一些疑問 那個時候 尚蓋詹吉 在東方市長這局裡面 在論文說 我五月份突襲徵召 這個張善政 輸到努力強買一間房子 現在不知道到底壞掉了 才是做給張善政大 然後呢 後面還有包括議長 頂頂的人說 我就對你 提名的臨算 不太介意了 講完做後緣會的會長 不然一般 大家聽好 大家去比較 通常議長跟市長 共同會掛 總幹事掛主委 但是議長這次掛 後緣會的會長 可能有一些沒 大家就在討論 另外呢 還有一個叫羅智強的 本來要選 所以後來人家就說 什麼魯明哲 我明明頂頂 最近傳出一件事 我明明全部群組都退掉了 是不是退出補算 但是後來說五月一張 說是手機派的 沒事沒事 我們都還是很團結的 這個時候人家就問 你國民黨手機 好像信號都不好 之前 二講二一年 十月六個的時候 不滿人事布局退群組 徐曉星說 他的手機怪怪的 所以人家都硬說 不然我送他一支手機好了 但是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替萬美靈說一下 哇可惜了 他 朱主席不知道有沒有送你一支iPhone14 蕭曉星 這個 你的手機還好嗎 我手機還好啦 現在還可以正常使用 陶遠這一局想說什麼 講什麼 我先問一下說 看到說我手機壞了 會不會有人送我新手機 比如說是這樣 我現在馬上把它摔壞好不好 OK 這個 那萬美靈委員 他是說 因為他剛買了新手機 然後他換了手機 你們都知道 比如說像 Line那種要移轉 可能一移轉 如果你沒有什麼先開好 帳號就會被刪掉 我在想應該是這樣子 跟蕭曉星的狀況不太一樣 雖然我很羨慕蕭曉星有新手機 那當然 我回歸這一場選舉來說 就是 桃園這場選擇 我們現在看到 我最近有跟幾個 桃園的年輕朋友聊一下 他們不是都在政治權工作 就是 一般的這些年輕朋友 他們就說 最近講真的感覺有點疲乏 為什麼從前面這個 論文案一開始 然後到最後現在 民進黨換了候選人 然後換了候選人之後 現在好像 沒有看到兩方 甚至你說三方的候選人 提出太多的市政院景 然後全部都在這個論文上面 這樣子去打轉 然後他們身為桃園市民 他們覺得 其實有點蠻無奈的 我們知道桃園市 六都裡面最年輕的城市 那他應該是要能夠 有一些新意 新的想法 不然說張探索過去 當院行政院長 他也在Google服務過 看他的經歷非常的漂亮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可以提出 新的市政院 張雲鵬也是一樣 你是一個在地的立委 那你也擔任多屆的立委 那你說你自己比較年輕 你有創新的想法 那我們現在看到 好像真的講真的 我覺得各達五十大 藍也是 綠也是 都是這樣互相在破張 我覺得其實最衰的 真的是桃園市的選民 那我覺得接下來 應該回歸 就是張探索 他現在也出來開記者會了 那他也把相關的這些 大家有疑慮的地方 都說明清楚 那能不能讓市政 就回歸單純的 接下來張正正 提出他的市政願景 大概選舉也只剩60天左右了 對不對 鄭雲鵬提出他的市政願景 因為民進黨 大概一半中途換將 那大家也對鄭雲鵬 或許有一些關注 想要知道說他要參選桃園市長 未來想要把桃園帶領 朝向什麼樣的方向 我覺得這個對桃園市民 才是好事 這樣子的論述上政論節目 會有點 那個打50大阪 你自己就有黨籍嘛 我講一個坦白的 如果綠營叫做正前換將 這個藍營叫做 站前就讓他的主將下馬了 本來是誰 本來是羅志強 羅志強一開始講台北 台北沒有變桃園 所以我覺得政策論述上 我們其實都有看雙方的東西 那當然我還是會覺得 張安正的東西會比較傳統 比較老固裝一點 鄭雲鵬昨天的 我有去看他們的政策論述 其實兩邊都有 我一直都覺得兩邊 其實大家都有在講東西 沒有那個選舉沒有說正確 但問題是今天 插到主導單位是什麼 其實也是國民黨 一開始如果不是國民黨 發動這些事情 我們今天要討論這個 那要討論 那我們就來講清楚 而且今天講的不只是論文 是研究計畫 是公堂的事情 所以或許下次 我們在討論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可以往更公益的方向 跟大眾利益的方向 不過你剛剛講到一點 我蠻同意的 藍綠陣營因為在政治工坊 高度緊張的情況下 某種程度會讓比較 沒有時間關心政治的中間選民 或年輕選民覺得 距離很遙遠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普遍評估 這次選情人的原因 但是 洛芳 你當過發言人嘛 張善正是一直把自己 當成發言人 在這裡做這種政治工坊 對主將來說是加分的嗎 其實我覺得主將 有時候爭到第一線不一定是好事 當你又沒辦法說明清楚自己攸關自己的事情的時候 那只會讓大家這個劍都往你身上射 那但是我覺得 在這一場選舉當中 很多人都說 這次選舉的論文這兩個字 不管是研究報告還是論文 大家都說 請問一下論文是哪一位候選人 有人說知道陳明文 對… 但是有人不知 就有人說 請問論文是什麼人 因為大家都在討論論文 但是我覺得 張善正這件事情 是攸關這整個公堂的事件 那他又沒辦法說清楚 而且他只有在耍嘴皮子 那你現在回過頭來 現在又找了一個打手 那又一個說不清楚22%怎麼來的 這個比對系統用什麼的白喬因 那我覺得很奇怪 保夾威你要蹭聲量 我覺得可以沒有問題 但是請你拿出證據 也請你拿出整個比對 因為我今天早上看到這新聞 我會覺得奇怪 你用一張 這個同樣的 然後人家有標註引述 你就說這個是22% 為什麼剛剛說 全部這樣子 你是用一段 然後全部這樣算22%嗎 我就覺得說這麼好笑 身為發言人你是應該 假設你是發言人的話 或是你現在要身為議員 第一個證據 第二個 要把所有的論述全部完整 一整套的全部講出來 因為你要發言 你要打人家 就是一刀要把他打下去 要不然就打得很重 那你現在打這樣子 大家就覺得說 你現在就是想小朋友在吵架 這樣 好算了算了 你說的都是啊 3%就3% 然後感覺好像是不能這樣 我就說 真的很好笑 但是呢 沾沾沾這整個耍嘴皮子上面來看 我覺得我們看到 剛剛那個靖妍有講到說 政見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鄭運鵬是在地的立委 他28天提名 28天他提了25項的政見 那他表示他其實對在地的了解 好那你說張善政有沒有提 有 他提了一個他在八月初也提了一個 桃園願景嘛 公開的一個七大政見 就他提了這七大政見 包含什麼政見有主軸的 科技航空開放年輕團結 賦予自然 然後把它組成起來 然後說這桃園的未來的願景 結果他講的這些內容 全部鄭文燦都已經在做了 都已經在做了 所以我不曉得他也被打臉 被魏雲已經打臉說 這就是鄭文燦已經在做了 你要提什麼提 所以就很像那個2003年我們已經在準備 這個QR Code的這個農參與履歷 他說2007年這是他在做的 我就覺得不要笑死人 如果你今天這麼學霸中的學霸 如果有這麼能夠創新的創意的話 那請你把整個的桃園未來的願景 拿出來我們看 那我現在目前為止除了這個 講出了七大政 那個張善政的七大政見之外 我真的只記得說 他要當桃園的土地公 那我什麼都不記得 他還有什麼樣的政見 柳芳我問一個問題 張善政團隊這兩天又傳出一個消息 說有人印他自己的特助名片 我們說叫做便當助理 像這種情況是團隊管理有狀況 還是你覺得會是什麼情況 我覺得是團隊管理的問題 因為譬如說像我們在做 不管你是議員 立委 或者是縣市首長的選舉 當每一個人你要印名片 辦公室要印名片出去的時候 這一定是要經過辦公室 或者是組算 假設我自己是議員候選人 我要印給誰我都會知道 這個人是誰 那我為什麼要印給他 那我要印多少給他 那他對於這場選舉的 他的譬如說他的組織牌 或者他在公會上面 或者是各個系統上面 是非常有利的 我印了這張名片給他 那我覺得如果說 這個人真的不是 張善政的團隊的時候 第一個你就告他偽造 第二個要不然 就是你的團隊整個鬆散到 主帥不知道 或者是進水團隊 總幹事主任委員 沒有人會或會長 沒有人知道這個人是誰 那這就很像說桃園 整個在選舉當中 大家都講的內鬥頻傳 那如果國民黨一直對外在講說 張善政在那邊已經領先 正運棚有10個百分點左右 我覺得如果真的有贏10個百分點 會贏 如果說會贏 我跟你講旁邊團隊的人自動就會 歸隊 就會歸隊 而且會向心力很強 而且會全部站出來 怎樣使命都要幫你捍衛 怎樣使命都要幫你 幫你去拉票 這是會贏的團隊 會造成一個氣勢出來 你會凝聚很多人的力量 然後團隊會越來越團結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 國民黨嘴巴上是說 張善政已經10% 10個百分點以上了 但是我們卻看到 退群組的退群組 手機有問題的有問題 然後不知道那個什麼 名片顧問是誰的 是誰 我覺得這就看起來是 第一個一盤散沙 完全沒有像心力 第二個 完全也看不出來 他真的是贏10個百分點 我看起來反而是 難道說輸的人 大家要先拍拍屁股 趕快先跑 因為離選舉只剩下60天 那如果這個人會輸 而且問題又這麼多 研究報告這些 他的6000萬這些東西 講不清楚的時候 大家不會幫他講 大家也不會幫他拉票 再來就覺得說 一個小的 然後如果 你幫他打三天 一定第一個 先落跑再說 張善政團隊 現在可以說是 內力在身體裡面 四處流竄 一不小心就會這個 五臟六腑 不太協調 那到底有哪些派系 桃園人今天是選一個 國民黨的老大 還是選一個桃園老闆 桃園人民主人的一個 這個市長呢 廣告之後我們繼續討論 其實早上 桃園鄭運鵬有老闆 一場做什麼安排 結果確診 所以 現在很多幹部站在他身邊 用一個人情力牌 不知道是不是台灣 選舉歷史第一邊 但是我們回頭回來看張善政 欸 報得說啊 這個報得說的 不要說的 他說 其實現在 他的競選辦公室 分成困難的團隊 他有一個團隊是 過去 自己創立的基金會 第二的是 國民黨主理論的任務 第三是國民黨各方的派系 第四 還有投票的地方 所以意見 大家意見都很不一樣 包括甚至主理論的主題兵 都說邊緣化啦 但是現在傳出到說 手機派他去啦 這個 有人印在組的名片上 這個團隊的派的分裂 還給他們看著說 啊 其實啦 他們那時候來不開火的時候 在地自稱的理長開火 破口大罵 他說立委都沒有出力 啊 他啊 是剛才走著瞧啦 這就看過這麼多場的選舉 如果有這種包括內部消息 或者是什麼 賴群組退出 說是手機壞掉 啊或者是這個 一四家 哪哪時候 有一些甲蟑蟑蟹印到他的面子 做公主 自稱特助 你我這樣子的一個市長候選人 適當嗎 管理能力OK嗎 今天應該是九月二五吧 二五啊 我叫他今天是四月職業 愚人節啊 為什麼 今天剛剛聽到的新聞 有沒有看新聞 就像愚人節 為什麼 今天聽到說 我美齡的手機 因為說他手機壞掉 換新手機 所以不小心退出來 很奇怪 個人非常好奇 我自己本身用 現在用iPhone 之前用過Samsung 也韓國的 也用HTC 你知道嗎 我問你 這三種我都用過 我在換手機的時候 都沒有自動推出啊 請問一下你用什麼 你是用什麼資訊 用中國還是怎樣對不對 我命令應該拿手機 給大家看一下 了解說 這個手機 以後不能用 不好意思 一句話 靖遠 國民黨開群組 是開在微信還是開在LINE 是開在LINE 不然如果他退群組 會自動推 因為LINE好像沒有 應該是不至於在微信吧 為什麼 如果在微信的話 共產黨就可以共同參與討論 我不了解 感覺蠻危險 因為我以前也要申請過微博的帳號 跟一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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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絡就對了 我實在的 劉民 到底是不是因為手機 這個聲稱說 派去之後 自動退出 更換手機 不要再騙了 我說坦白 你廣播是哪一種手機 他要大家不要買 為什麼 但是我們手機 電量會去收到 收到新的一個 發出的信號 為什麼 魚面買的我就收過 為什麼 因為換手機 我們馬上就知道 對不對 請問一下 我們的訊號有自己登出嗎 你還要重新登錄 沒有 沒有 他只是提醒你說 有可能換手機 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樣 我都不知道有什麼 手機 有這種特異功能 對不對 其實 那麼包括來自於國民黨 來自於投影的議員 黃靖平 還是來自於投影 於北辰 於將近人家 早就幾個禮拜之前 大家都聽到 方向萬美靈 退出群組的事情了 大家都知道 你退出群組 已經是幾個禮拜 進行的事情 你手機要搬那麼久嗎 你不能搬去 價格馬上就加入 重新加入 有那麼困難嗎 你想說 因為我要登iphone14 pro的對不對 所以我等那麼久 是這樣嗎 你黨主席 應該早點給他 他要ETB的 在送他的心手 應該讓人學了 許曉鑫的ETB 我們這裡還有一張笑訊 說手機要拿起來摔掉 他怎麼擋住 你也可以測試一下 你在朱立倫的心目中 到底是不是有 這個許曉鑫的分量 當場摔看看 他說主席還要ETB的 你看他會給你 很簡單 那麼為什麼這樣 你要知道 張善政不能用空降中的大空降 所以那時候大家都不看好 然後最後大家都不放心 李宜玲去古城他多久 去古城李宜玲多久 對不對 去古城這個算是 李宜玲多久 那麼卡片雲玲發生 林志堅退選事件 那時候民進黨的 輸出低到最高點 所以大家一開始 有機會了對不對 你不看 說大陸要團結 就在那個時候 那為什麼現在又這個樣子 我覺得歸根結底 還是為了那個論文 為了 也不是論文 就是那個5736環事件 你這樣甚至一直都沒有講清楚 剛剛他說這個等於說 已經講清楚了 你是去看就跪了 主頭到現在已經問 都沒有工程車 因為有工程車會說 請農委會公布 就這樣而已嘛 他哪裡講清楚 對不對 你一直要把他講清楚 我講坦白 這件事 其實就把傷害降到最低點了嘛 剛剛那個萬美齡的 這個手機壞掉退群組 那個就跟高鴻安那天就在車底 突然把手機拿起來 跟記者反送政府有沒有 隔天禁言說 我是要給記者看我的手機殼 你是跟我們爭笑的時候 你跟我們大家都爭笑 認明說我們都是傻瓜嗎 都是白癡嗎 對不對 你就做就做 做就 讓一個實力這樣 我就說不好意思 我去檔 一時機動 接著你們幹嘛這樣子呢 還是說 我想留下一個歷史的見證 對不對 我又去年獄 對不對 我曾經那麼哄過 記者大家都要追我 你要承認 你不要說 我是要你看手機殼嘛 沒有意義嘛 至於那些派系 我跟你說 就是因為大家都認為 搞不好有機殼 真的會動出來 現在來唱了嘛 我跟你說 來這裡空降部隊的人要來 首當其中要 重視跟重視 電風的這些派系 他們的所有的感受 不可以想到包圍一層一層 又一層對不對 這東西都我愛的 更多重要的重磅消息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回來這部的現場 我跟大家報告 現場直播的節目 好處就是這樣 我們等一下準備討論 一些很精采 很即時 賴夫的新聞 三點的時候 國城上也會自己討論 等一下我們先看這個新聞 到我們去報一張堂 他跑去新特州立 道書館七堂的堂 那一張堂 漂亮 他寫說 你們假日都做什麼事情 釋放一週的忙碌呢 這個時候 有一個政治工作者叫周軒 他都發文說 高宏安在他瞧不起的林志堅市長下 政績拍照打卡 就如同他始終如一的公主病 這個政治工作者周軒 他就說什麼 他說過期 這個地方因為館七的館 國民黨要把土地壞掉 總於是在人 圖書館在新特區 結果賣給新特區 日本時代來要扎 還沒扎到 所以要保存下來的時候 新特區又一定賣給新工一團 所以這個三款非常紛亂 需要很大口可以保留 保留之後還要給他回庫 回庫之後開放館公 是非常堅定 請顏洛芳來講一下他裡面的 其實應該是說 這個新竹州圖書館 大家現在都是幫林志堅拍手 就說感謝高雄安委員 肯定林志堅的政績 這麼美的地方 真的是林志堅 他在這執政方案年起來 他一步一步的去把它建設起來 其實這個新竹州圖書館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這個新竹州圖書館 是全台第二座的地方公共圖書館 它是紀念日誌時期的 育人皇太子來訪所建的 而且在日誌時期的時候 它就有那個親子共享區 那當然剛剛我們3Q有說到 它是被賣掉了 因為被新竹縣政府賣給私人集團 那後來關閉了36年 在林志堅市長的時候 他一步跟公司合作 希望說能夠把這個文化歷史的 這個部分一步一步把它修復 一步一步把它打開 我覺得一個都市最重要的靈魂是什麼 是它的文化跟歷史 能配 對 它才是能夠具有代表性 能夠有故事的一個 能夠訴說這個都市的故事 我們休息一下 5秒鐘馬上回